今天要前往 禮食好多旁邊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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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吧 好不浪漫喔 好冷喔 好冷喔 很期待看到第一場 結果是在這種地方 欸這雪很浪漫 哇 欸外面已經很冷欸怎麼辦 天啊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穿太熟了 對 我們現在在第三場 這是我老生第一次看到下雪 她死花了 哈哈 等一下 欸你身上都有雪花欸 我們直接忽略了導遊 還是一直在拍照 啊 這是雪 啊這是雪 梨山下雪了 太浮誇了吧 現在下雪了 好 我們來拍照吧 來到梨山 然後她現在開始下大雪了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嗎 嗯 可是我剛剛都沒有在聽到啦 哈哈哈哈 他們說這邊是青鼠黃的避寒之處喔 可是這次又要下雪 哈哈哈哈 那你介紹完啦 我回去幫你上字幕 哈哈哈哈 避寒是去滑青池 可以 哦滑青池 哈哈哈哈 好厲害喔 好狠喔 好像 好像真的長得不太一樣欸 好酷喔 他長得很脆 太短了 這裡面有很多唐玄宗那個時候 就是從楊貴妃蓋的建築 這個滑青宮 它就有一個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 你不去會後悔一輩子 但你去了會後悔一陣子 現在我們進去會出來真是想 如果來西安很有空的話 可以進去看看這樣 好冷喔 最後一站是兵馬俑博物館 這些兵馬俑的身高 都是按照清朝人的比例 有些蠻缺德的觀光客欸 在這邊寫這個 到底什麼意思 有一些蠻缺德的觀光客欸 在這邊寫這個 那一隻兵馬俑博物館 也是盡量不要和裡面的文物合照 就是不要拍它可以 但是盡量不要和裡面的文物合照 因為邊境那些文物都是陪葬品 可能在這些文化裡面 是不太極力這樣 新世皇的兵馬俑 和他的林木的文物 我們都是朝著東邊蓋的 他那個時候 為了要振折東方的人 就是希望在他的時候 他的帝國還是可以 統一的感覺 所以才都朝東邊 不要看被登記 他媽媽的經濟 大膽補業城 我已經到大膽補業城了 這邊非常的繁華 哇 這個地方路量晶晶的 你會在馬路上拍照嗎? 拍你啊 美女 在開人廣場欸 在開人自製的那個 哦 在開人自製的那裡 卡起來 欸他們被你們嚇跑了啦 我們來看鄉親 什麼形狀 沒有啊 真的好不像人 我看 好好笑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是各種人心 啊 啊 都是五塊 對 哈哈 啊 欸 那真的好嗎 欸 在 中樓 的二樓 然後現在他們在學舞蹈 學舞蹈 學舞蹈 欸 現在立馬 立馬 欸 將近一步行 哎呀 是鳥哥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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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串要多小心 這個也是 哈哈 哈哈哈哈哈 第一道 他撒不出來是不是 有欸 你 t 摩天 咬 咬 腳 蠻 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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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